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地方 Silicon Valley 你在矽谷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开发 OK 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我做的产品 我们公司做的产品就有点类似于环境管理相关的一个产品 好好来你来说说看 是 我抱歉 我昨天刚打完第二支疫苗 今天精神有点恍惚 你刚打完Moderna 你现在有一些副作用吗 对我打了Pfizer 现在有点低 你是打Pfizer 为什么你是打Pfizer 我们是Moderna Pfizer和强生 三个就是抽签的 不一定打的是什么 你去了之后才知道是什么 OK 真好我们都没有 好了 会有的 好 那你还可以吗 你现在 可以 可以 我是两个多星前才发现Jack的频道 然后用两个多星期把你过去的很多全都追完了 不完了 OK 然后今天考验是很喜欢的频道我觉得你真的是抛砖引玉啊就是一个议题能引出很多大佬大神们的这些精神的言论 我也觉得我真的是你讲的成语真棒我真的是抛砖引玉啊我个人实在是不足挂齿啊但是借由小弟的这个平台能够引出这么多大佬我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好那不好意思扯远了来小浅浅那你说你开发你们开发相关的产品是什么 我们现在相关的产品就是很多国家在用比如说一些互联网的技术在追踪比如说他的cashflow他哪些钱花的什么地方去了 因为他现在谁的cashflow谁 就整个机构整个环保机构的cashflow因为有一些环保机构在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监管他的现金流 现金流对现金流对是这个样子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他们会拍一些图片然后会做一些见过或者做一些对比我们这个目前为止我们是B2B的公司 我们公司是B2B的但这个产品也是B2B的主要是针对于一些环保机构和一些公司企业 因为很多美国公司他为了提升自己的reputation他会说我们要多环保我们 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名声 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咱们我看了您今天的议题是提出一个是环保一个是中国提出的是2060碳中核能否实现 我是想从两个方面来两块来讲第一块是环保的议题第二块是从中国的政治来讲这个事情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把全球碳中核碳会议就是巴黎气候协议它看似是一个环保的问题 但是这到2021年了我觉得不管是环境科技历史还是人文气候卫生 它最后总脱离不了一个政治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而且要提到环保的话我第一次对环保有概念应该是在民主党最先提出来的 在苏联解体之后民主党它感觉没有了最大的敌人 它需要凝聚国内人民的一个意识共识 所以民主党而且当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它也是不对盘的 它也是来会死来会争夺 所以民主党的三大法宝就是国内对于国内民主党的法宝是环保和移民 对于对害偶工会就是保护最低工资保护一些低手人取穷人 但对于国际上的话它也是环保人权 用这两个方式可以干预别国内政 所以民主党它是这样的 环保怎么讲它是一个好东西了 我觉得确实人家应该环保应该保护环境 但是如果用这个东西 它就巧妙的被民主党当了一些武器来用 这个就比较让人生死了 让人玩味了 而且美国人他也不是全部高度一致的 比如说最简单了 拜登去年他的投票是8000万 川普是7000万你可以说美国一半人 7500万不好意思 我替川普多要一点 好来 对对 拜登是8000万川普是7500万 对你说你可以说美国一半的人吧 他支持环保相信就是我们人类应该保护地球 但是另一半人他不相信 他不支持这个东西了 所以说对所以你要从这点来讲的话 其实但是他跟德国的绿党是完全不一样 德国绿党是完全被环保身入绑定的 他美国人也许一半人自己不相信这个 但是好多欧洲人他们真的是神心不疑的 你像是瑞典的一个环保公主 现在他们美国人新打造出一个印度环保公主 也都是用这个来煽动一些民意的 对对 然后其次的话 环保 我是环保 再从政治上来看的话 美国用中国环保问题打压中国 我是上次回中国我在美国生活了12年 是09年来美国在中国读了一年大学 因为你知道中国到高考比较残酷了 你只有一次一年就一次机会 如果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或者专业的话 你要么就要服从调剂 要么就是要复读一年 我当时是不想复读了 所以我就去了一个自己不是很理想的大学 学了一个不想要的专业 读了一年之后是08年高考 09年 有一个中美交换生的项目 我觉得不错就留在美国读书了 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 我生活在中西部三年 之后生活在西雅图两年 现在西雅图毕业之后来到了硅谷工作 我在Nebraska是中西部的一个州生活的时候 感觉那真的是地广人稀 那的人几乎也不用谈黄保 你开再大排量的车 你人均下来那么大的一个地儿 你那么点人 他也污染不到哪去 因为他没有工厂了 这工厂现在搬到中国去了 所以现在美国为了打压中国的产业转型 产业就是为了打压中国的工业化 他必须把环保问题拿出来 逼着中国降低 做一些工业转移 比如说把工业转移到东南亚越南或者是非洲 或者是直接搬回到美国 但是如果你就是感觉你不要看美国民主党天天吵着中国怎么怎么样 如果他真的是敢把一些重污染的工厂搬回到美国的话 人民第一个就会跳反的 而且德国也是德国那些绿党他第一个就会蹦出来不同意的 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算是一个怎么讲 我知道你要你有什么牌 我知道我要出什么牌 你也知道我要出什么牌 这就是咱来回踢皮球的感觉 好 了解 对 那这是政治面 那还有呢 对 政治面 而且再就是中国之所以提出我们要在2020年 2060年实现碳中核 一方面是中国有自信会在2060年之前实现产业升级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哆啦A梦的动画片 他经常那个里面好公旗郡动画片 他经常说日本污染多严重 比如说核多脏对空气多脏 但是你看现在的话日本非常干净 就说明他已经完成了工业化 他已经完成了工业升级 他现在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产业上游 产业链上游的一环 他已经不需要用这些比如脏活累活 他不需要自己来做 他可以完全丢到国外去做 而且对 而且这个要说到中国的话 中国的能源储备是负煤少油缺气 但第一只能挖出煤 我们只能用煤 而且煤的污染物是二联化硫 他和别的是二联化碳的污染是更严重的 我2013年回国的时候感觉天是灰蒙蒙的 感觉就是我这真的是太严重了 但是现在的话 我家人给我比如说拍视频的干嘛的话 天空是比较懒的 是比较漂亮的 他们现在就在国内 而且中国因为产业量倒逼升级 中国的煤火力发电 它有一个叫超超临界发电 是把煤的使用力提高到了160% 这个是只有中国才有的 我是做了一些研究 然后才敢说 而且中国在过去25年 已经在开始做环保了 就是过去10年的全球绿化面积25%是中国贡献的 而且中国的三北防护林真的是 就是怎么说地狱不空 势不成佛的感觉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东北长大 就是每年的春天都会挂沙尘暴 但是我家人亲戚说 现在沙尘暴已经很少了 就没有像我小的时候那么多了 就证明就是三北防护林 它确实起到了环保的作用 而且它不但能够防风 你说中国开始进行环保已经25年了 对不对 所以它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做这个什么 2030峰值2060碳中和 所以它是前面已经累积了 不错 而且我记得之前你有一期的考验嘉宾说过 中国主要是全毁在外宣部上了 就是我们外宣部这个嘴我们是真着急 就明明做了很多事情 我自己也说过 我自己有说 你们宣传很乱的 我还被骂 确实很乱 这个是事实的 而且但是我就说 去年比如说一个女孩 她和她父亲 是中了10万棵树 但是都不如 环保公主在国际上的名气大 就你能看得出来 我们做了很多 但是宣传很少 那你们也可以用环保公主 你就叫迪丽热巴做环保公主 我每天追她粉 你知道 开玩笑 就是你们自己宣传要加强 这种东西怪得了谁 怪自己 对不对 是 而且就是欧盟和美国 就算是美国 世界 比如说G20的国家 算是有效 significant country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 我们就是很多非洲国家 或者包括很多印度的10亿人 都是insignificant people 那种 就human那种 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到 但是中国比如说 原件非洲的 你讲人家insignificant 好了就是比较在国际上 没有声量的那种人 黑人 非洲国家 对 对 就感觉这些人没有声 但是比如说欧盟 美国 就北美 他们比如说在国际上 声量大 对 随便造个谣 都有好多人 哪怕不相信 都不知道 都会去相信 他们就比如说中国环保 但他们不环保 有污染 他们不会说那些 工厂的生产产品 是供应全球 是供应他们的 这个他们不会说 他们只会说中国有排量 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 怎么讲了 就是你是环保 但它也涉及到政治 他没有把中国环保 均摊到全世界 买中国产品的人身上 那这样讲的话 那中国人均也不高 所以这个是 对 这第一块我是讲的政治 然后咱们第二块 就可以讲中国的议题了 我是09年出国的 你可能要再快一点 就稍微来个ending一下 没有关系 尽量那个 好 你说 我是09年从 愤青 被这些西方媒体 还有台湾的一些政论节目 变成自干五的 这个他们也贡献很大了 你是说09年 你是愤青 然后最近变成 被西方媒体 跟我们台湾的媒体 变成自干五 是不是 对 就这几年 转换好大 好 来 你来分享一下 因为09年 你可能没有在中国 09年你应该没有 在中国生活过 当时中国 当时中国的网络 是公职们的天下的 像是袁腾飞 这还算是有点 有点知识储备的 像是很多人胡说八道的 碎片化的信息 导致很多人觉得 共产党不行 而且我从小 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因为东北 它把工业机力转移之后 整个东北变得很穷 就直接从国内的上游 变成了中下游 所以当时感觉 很多家里的亲戚长辈 也都是在骂共产党 觉得共产党不行 所以我刚出国的时候 对中国是比较悲观的 是比较自卑的 但是在美国生活久了之后 我发现 其实怎么讲呢 你还是不能看他们说什么 只能看他们做什么 而且我父母那一代 他是49年出生 和55年出生的人 他们对中国的感情 跟我们这一代是不一样的 他们可能真的是陪中国 从贫穷过到现在过到富裕 就像贫贱夫妻 然后实现财富自由了一样 像我跟我们这种感情是不一样 比如他们怎么骂 党怎么骂国 但他们骨子里还是爱国的 这跟这些年轻的公知 它肯定是天差地别的 这两种骂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家在东北做一些生意 我爸他会涉及到 跟一些政府打交道 有一次 习近平他是1516年上来的 他当时的主要是做反腐唱联 主要做打老虎 当时我家里为了拿一些项目 就比如说知道了 市委书记他母亲生病了 然后我爸就给他送了一些营养品 送出鲜花 下午的时候 当时下午 他书记他自己 就把东西全退回来了 然后把花手下花折成的现金 就是200块人民币 折回了给我爸 对啊 我爸当时都惊了 我说天啊 就第一次能够收到政府 给我打的钱 而且就是 一数花也不止200 然后从那之后 我爸就再没有 还大赚了市委书记的钱 对 我爸之后就再也没有 骂过共产党了 然后我妈她是在市政厅附近 开酒店开了20年 因为中国 哪一种酒店 哪一种酒店 就是怎么讲 就是中国主要是针对一些高消费人群 比如说一个包衣间 你要进去的话 一个入餐费可能就是一位几百块 因为政府 他主要是针对政府的人 请政府人吃饭的人 这是九几年开始 一直开到了一几年 就关闭倒闭了 当时就是 真的是照不到客人 因为九几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还没有反腐的时候 是很多灰色地带 比如说政府 他们有方定 比如说你今天 你要不花光的话 你明年也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就你到年纪大 就是大出去就是花点酒 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了 就是我妈就说没有想到在市政厅附近开饭店的门口挪去的这个样子 而且我同学在国内高中同学结婚的父母也都是公务员 一桌的配额是两三百好像 我中国物价还蛮贵的 他们说两三百的规格就是一桌大排档 连鱼都没有 就是四五个人一瓶啤酒 一人一瓶啤酒 然后吃点串的感觉 就是只能四个字来形容 习宴就是清汤刮水 对 所以就是感觉 就是习近平他如果想做什么的话 或者中国政府想做什么的话 他真的是有这个公信力 也有这个行动力的 他如果真的是说2060年之前想实现中国的碳中和 他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中国他是 中国怎么讲 就是过去封建制的时候 可能一个朝代就是一个执政党 而且封建社会的时候 比如说提倡一个一言九鼎 均用戏言 就是你必须有个公信力 一个微信力 不然你不会乱说的 言必行行必果 他讲的 对 而且你相信很多西方媒体 尤其是德国还有美国 他们很多人自称是中国专家 但是那些中国专家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国 如果他们想知道中国有什么决策的话 他们翻一翻中国的五年计划 而五年计划就二三十页 很容易理解的 就可以了解中国的亲戚决策 他们都可能连这个都不会翻 甚至花几百美元去做一些调查 其实只要花几块钱 复印一份中国的五年计划书就可以了 所以我感觉中国如果真的想做碳中和的话 真的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美国如果想做碳中和的话 科技决策 就是比如说互联网科技加上新兴科技像绿色科技 一定要就是典力支持 拜登上台之后 他讲的虽然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看最近轻能源 从2020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都是滑滑梯的 去年稍微有点翘了些 今年就滑下来了 我每天在炒股了 所以我感觉 因为科技公司 美国的硅谷 它并不像中国996 像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高级马农 他一年的工资可以达到20多万 二三十万 他可以花四五万去包了印度的一个团队做他的工作 他每天就上上班也不干嘛 他这么聪明 结果这个就被公司发现 就把他开除了 但是你能想象得到 他一个人可以养四五个 一个人可以养五六个印度团队帮他干这种事 你可以想象 就是完全掌握产业上游 所以为什么华为一定要争夺5G的规则制定权 因为你一流国家是制规则的 二流是设计公司 三流是实际价格的了 印度它的外包 它只能做些外包 它只能是在三流了 了解 你这个同事还在吗 被fire了 对被fire掉了 好了 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自己写就好了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倒逼产业升级 必须从做价格做这种 就是费地不讨好 而且还就是干得都拿得少的三流 一定要变成一流 就是制定规则 因为如果中国能够达到贪规则的话 它就可以制定抗规则的排放权 或者是比如说 抗规则的一些分配权 它就有这个话语权了 但现在还是没有 对刚刚那个网友也讲到 未来有可能有探交易 用什么币结算 对不对 可能用人民币结算 这也是现在就要开始竞争了 对不对 这也是另一个中美竞争的一个战场 博弈的 对 好了 那谢谢你 谢谢你的call in小显姐 谢谢你支持我的频道 不会 好 我会继续支持你的 感谢感谢 也祝你身体健康了 刚打完疫苗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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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